好乐乐 男人沉着的声音将他用力地按在自己的怀里 而因为压抑 全身的线条都绷得紧紧的 郑希致 麻烦你松开我一点 我都快被你抱得喘不过来气了 他是真的快被他勒得喘不过气来了 郑希致 他每叫一声他的名字 男人的力道就会加重一分 陶乐乐真是感觉自己快要被他勒死了 松开我一点好难受 郑希致 然而无论陶乐乐怎么挣扎 男人的力道却是半分要松减的意思都没有 办上之后 陶乐乐也就这么跟他耗上了 反正男人也没什么别的动作 他想抱那就让他抱病 他倒要看看 这狗男人到底要抱到什么时候 是真的抱了他很久很久 久到陶乐乐感觉自己都快要在他的怀里睡觉了 男人的声音这才又响了起来 陶陶 陶陶 对呀 这不是以前男人对自己的再亲密不过的称呼 也再为普通不过的两个字吗 明明就是烂大街的一个名字 却被男人叫出了一种白转千回 却又说不上来的感觉 陶乐乐就那么愣神在了男人的怀里 一世间大脑一片的空白 陶陶 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叫你不要随随便便的联名待兴叫我承喜之 现在你该怎么补偿我 我究竟该拿你怎么办呢 陶陶 你给我一个答案 他问我要一个答案 那我呢 我又该找谁要一个答案呢 我与他之间 原本就不该再有什么纠缠的呀 陈喜之 我们就这样不好吗 你是不是非要闹到我躲起来 再也让你找不到我才甘心呢 陈喜之一时也非常的无奈 可怜兮兮又非常无助的语气 听得陈喜之的心里莫名地 就声腾起了一股子挫败感来 他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个他深爱 却又不敢触碰的女人 生平第一次对自己所做的决定 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难道是自己会错意了吗 没有吧 当邹昊告诉陈喜之说 他查到了陈乐乐和康颜伟 在英国是有名无实的夫妻时 陈喜之确实被狠狠地震惊住了 因为那个晚上 如果不是顾忌到 陈喜凯会对陈乐乐动手 他怎么可能会那样放过他呢 又怎么可能会允许他和康颜伟举行婚礼呢 而就在那些天里头 男人一直活得相当的纠结 几番冲动之下 他都想要直接冲到陈乐乐婚礼上 直接把陈乐乐抢走 可是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他 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就当是自己从前对陈乐乐的补偿吧 为了他的完全着想 这是最完美的计划了 所以千万得忍住 一定要忍 他是真的抱着必胜的心态 去跟陈喜凯了结的 毕竟那时陈喜之占了 全部的天时地利人和 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失算了 陈喜之挨了陈喜凯一枪 并且差一点就丧命于此 意识还没完全消散的时候 他就在想 如果这一次 他陈喜之能够从死神的手里活下来 能够熬下来 能够挺过来 那么他将此生的不会再对陈乐乐放手 而这一世 陈乐乐将会成为他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人 无论以后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再起什么样的波澜 他都不会也不可能再放开他的手 因为陈喜之爱他 他实在是太爱陈乐乐了 陈喜之呢 他也完完全全没想到 在自己伤得那么重的时候 陈乐乐竟然狠心到连去见他最后一面都不愿意 周浩更是愤愤地跟他说起这事时 他虽然面上还是平静如常 但是心里头早就已经是惊涛海浪了 他以为 他是真的以为 陈乐乐没有真的和康炎伟在一起发生过关系 棉花糖也并不是陈乐乐亲生的 那么就说明 在陈乐乐心里 自己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男人依旧是他的爱人 不过是迫于往日发生的种种 所以才迟迟不愿回头 不愿和他共序前缘 所以陈席之的伤才会刚刚好一点之后 就不顾医生和陈振海 陈锦鸣的嘱托 不远万里地坐飞机 亲自来到英国 让陈俏俏约他来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常常开车到陈乐乐家门前 到他常常会出现的地方 打转了好几天了 因为那时候 男人的状态实在是不好 他真的害怕自己突然出现会吓到陈乐乐 所以他都一直只是默默地在陈乐乐身后看着他 而在那几天里头 每当看到陈乐乐都会牵着棉花糖到小区里逛逛时 亦或说和几个英国当地的妈妈坐在一起交流一下 做妈妈的经验之谈 虽然陈乐乐看起来笑得非常开心 也和那些妈妈们聊得甚是愉快 可是男人仍旧看得出来 陈乐乐是有心事的 因为每一次大家都笑得非常开怀时 陈乐乐眼底都有很深的惆怅之意 甚至有好几次 他都清晰地看到陈乐乐某眼当中有深深的忧伤感 每天傍晚吃完饭之后 他都会和康炎伟一起拉上棉花糖 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头坐一坐 然后他就会非常意外地看到 陈乐乐会一个人走到公园广场的许愿池边 扔下几枚硬币 然后非常虔诚地站在那儿 双手合十地许着愿 许完了愿之后 他还会对着许愿池拜上一拜 而看到这样的场景之后 他鬼使神差地就让邹浩 把他到英国之后那一个月的日常行程发给自己看 因为承熙凯的事情 男人一直不放心就让邹浩暗中找人看着陈乐乐 一来是怕陈乐乐会出事被人暗算 二来也因为是实在是太想念他了 可也因为邹浩跟他说 陈乐乐不肯下飞机来医院看他一眼而动得气 他赌气地不愿意去看到陈乐乐在英国这将近一个月的日常 而邹浩就把那些资料发到男人的手机上市 承熙几乎是看了一眼之后就红了眼眶 也顿时没了勇气再去看第二张 第三张 第二眼 第三眼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在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头 只要康言伟有空带着棉花糖 而陈乐乐就会特意开着车 到伦敦所有能够许愿的教堂 一或是广场坐上一坐 为自己祈祷吧 邹浩找来偷拍的人非常的专业 每一张的照片都把陈乐乐拍得非常的美 而其中有一张男人特别的喜欢 那天的陈乐乐穿了一身黑色的雪纺长裙 她的长发披散着 她跪在教堂里头双手合十 而那双性谋里头满满的都是水雾 美到极致 也忧伤到极致 趁着教堂里的所有的景象 都仿佛变成了陈乐乐的陪衬了 而就在看完了那些照片之后 之前对康炎伟的极度心 也缓缓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有人说过 活在这世界上 当你真正地和一个人相爱时 你是可以和他心有灵犀 也可以听到他心底层层的声音的 承喜之非常自信 他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 陈乐乐去祈祷 去许愿 一定是和自己有关的 承喜之确信这一点 于是承喜之开车去了一家早已订好的珠宝行 把那对给他订好的星光耳坠取了出来 其实他的心里更想送陈乐乐一对钻戒 可是毕竟他们之间缺少了三年的时间呢 他真的很害怕自己一下子送他钻戒的话 他会觉得非常突兀扔掉他 几乎是思量又听取了诚俏俏的意见之后 他最终选择了送出耳钉 但却晚晚没想到 第二天见面时 陈乐乐居然会是如此的冷漠 而他的冷漠令男人觉得心脏抽抽的疼 可是顾虑到自己身上的伤 还有女人之前受过的那些苦难 男人就那么一直坐在那忍受着 他想不通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陈乐乐还是对他那么淡然 为什么呢 但是他又不能够问的太多 时机真的不对 场合不对 还有很多感觉都不对 所以 男人这才试探性地抱着陈乐乐 把他抱得都快窒息了 不欢而散的感觉 给男人的打击真的很大 毕竟这是这辈子第一次追求一个女人 而承袭之的身体 也实在是支撑不了 他这长时间地围着陶乐地打转转 毕竟他还有偌大的城市公司需要打理 而就在闲暇下来的时候 他也会闷心地自问自己 到底该怎么做呀 女人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心结没打开呢 承袭之左思右想 也实在是得不到答案 难道真的是不爱了吗 真的是不爱他了吗 陶乐乐真的不爱自己了吗 说实话 从邹浩那里知道了所有的事情的真相之后 承袭之真的是一点都没动摇过他的心计的 他时常都在想 陶乐乐应该和自己一样 是一个长情的人 他绝对不会轻易就爱上一个人 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一个人的 所以承袭之就那么笃定地以为 女人还是爱着自己的 就诚如承袭之一样深爱着陶乐乐 不过还是放不下 所以才一直这么搁浅着 也可能是他将棉花糖当成了他们曾经逝去的那个孩子吧 所以才会这般想要和康炎伟生活在一起 母性的光辉真的是伟大的 可是这一刻看着如此冷漠又无力地逃乐了 承袭之真的不由自主地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是不是自己什么地方想错了 还是女人真的不爱了 所以才会这么拖着 不过应该就只是想这么静下来而已吧 承袭之站在那儿默得想了很多 半天之后他抬手捏了一下眉心 你就不打算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不打算 我是真的很爱康炎伟 才和他结婚生女的 你当年是怎么伤害我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有我们的孩子 承袭之 我们就这样了好不好 算是我求你了 他徐徐把一口薄薄的烟雾吐了出来 女人的这几句话倒是让男人混沌的意识清醒不少 就算是不爱了 又能怎么样 承袭之是绝对不可能放过他的 这个叫做陶乐乐的女人 他承袭之要定了 而这一次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还是什么神灵大佛 他都要陶乐乐要定了 男人却是一把抬起了女孩精巧的下巴 不再爱我了是吗 永远都不再爱我吗 陶乐乐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承袭之 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我说了我不爱你了 不爱你了 如果我输了 那我跟你保证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 怎么样 逗不逗 你说的都是真的 没错 我拿我辛苦打拼了十多年的城市发誓 那你说说 赌什么吧 赌的内容很简单 跟我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如果在这期间 我没有让你重新爱上我 就算我输 可以吗 这算是哪门子的约定啊 承袭之 我看你没事的时候 真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我是一个已婚妇女 已婚妇女 是什么意思 你懂吗 我和康严伟是有症的 我们可是生了孩子的 怎么可以提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不会跟你住在这儿的 变脸变得还真是快呀 回答我 你和康严伟在一起 有做过吗 清天白事的 竟然问这么粗俗的话 脸皮厚的程度 也真是没谁了 当然了 不然棉花糖是怎么出来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涛涛 回到我的身边来 不可能 承袭之 我和你之间 永远都不可能了 我不爱你了 三年前就不爱了 你这样纠缠 只会让我更加的讨厌你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 你是什么感觉吗 恶心 你承袭之也算是京都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么缠着一个已婚妇女 有意思吗 你不觉得你这样 有失你的身份吗 哦 我不觉得 相反我还真觉得挺刺激的 纠缠已婚妇女啊 想想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事情了 我去 简直刷新我的三观和下线 天哪 我说 你跟康颜伟 至始至终都是一段假夫妻吧 棉花糖 是他跟月牙生的 对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没关系 时间还很长 我慢慢解释给你听 怎么样 你解释什么给我听 你想知道的事啊 我哪里有什么想知道的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 我告诉你 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我了 你别再想骗我是吗 棉花糖就是我和康颜伟生的 不信你就去当时我生的医院查 那里有我所有的生产记录 还有我所有怀孕时期的产检档案 是吗 既然你都这么自信 棉花糖是你自己亲生的 那刚刚我说棉花糖是康颜伟和月牙生的时候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坏到家的臭男人 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的 在这次货带来的 我又不忍者